欢迎回来 没到过年的时候 除了何家团圆举杯香庆共化家常里短许家新年的心愿之外 在七天假期中不少的朋友也会热衷于找到适合出游的地方 去打个卡 拍个照 在难得的假期里感受不一样的新年气象和城市风采 那么对于许多过年来到海口和留在海口的人们 去哪里才可以满足我们打卡海口的需求 度过一个潮流新春假节呢 您看我们的记者小贾呢 已经在帮大家打探的路上了 欢迎海口过大年 今天咱过一个大卡年 朋友一听这儿 心脏咯咚一下子 是吧 全都硬了 给他年初几天就让我打卡 是吧 忍住 咱说的不是那个钉迟道那个打卡 咱说的是旅游打卡的打卡 过年嘛 咱不光要常回家看看 咱们还可以常出门转转 海口那些最奇思妙想的新春潮流打卡点 今天就由最为专业的我和家庆来为大家共同探索 三庆 告诉大家你是哪里人 我是吉林的 我是黑龙江的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 虽然我俩都不是表表准准的海口人 但是打卡过年 我们是专门做过功课的 先去运动 有一句话叫做图万卷书 行万里路 那么云洞图书馆及其配套比海步道的建成 有可能就是为了同时实现这两样 进入云洞的内部 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小贾心的身后的这一座 贯穿一楼和二楼的阶梯式读书区 那么这里不仅是座位 是楼梯 同时还是一座观景台 通过他们前方的这个一楼和二楼的两排 这个平行的玻璃 窗户外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包括海口湾以及滨海大道 而且咱们可能看到春节期间 对吧 他还很贴心地在这个灯上面 挂了像这样的灯笼 那边的福字 还有中国节等等等等 艺术和我们日常的生活 它是可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 不仅有读书静谜的气氛 同时还能养溢着这种喜庆的新春的氛围 我看到他推荐的 其他的推荐的都是以吃啊玩啊 游乐为主的 人现在他不仅是需要这种吃和玩乐 也需要找一个静静的地方 坐这儿看一天说 我感觉这个心情静的 今天一天就打算在这儿了 对 比如在二楼坐在那个位置 就能看到前面的大海 心情就不一样 特别地开阔 肯定是在不同的环境下 看不同的书 心境也是不一样的 云洞图书馆的整体建筑面积约1300多平方米 从未来过现场仅听我的描述 可能您心中还会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 阅读可以有很多选择 我们可以在家 为什么一定要来海边呢 事实上这样的一个疑问 设计师马延松也曾认真的思考过 最终他给出的答案是 阅读可以让人们开启一个新的世界 而他希望通过建筑 开启另外一个 我们每天的入管人数的话 大概在500到800人次 我们节假日期间 会有数百人的这个征服 本省的市民跟外省的游客 约各占一半 云洞图书馆是海口海边 驿站项目中 首个落成并开放的高标准驿站 将在海口湾片区布局7个驿站 在江东新区片区布局9个驿站 当前与云洞隔海相望的 六号驿站天空之山 也正在加快建设中 云洞图书馆在春节期间的话 也会持续开放 为市民游客春节出行 提供一个新的选择 来到云洞图书馆 怎么能不拍照打卡呢 那接下来 家境也被大家找到了几个 拍照打卡的好地方 第一个地方就是这里了 这里是也非常的开阔 而且还有一句 非常充满艺术气息的宣传语 就叫抬头见云 云上见你 海上见书 建设云洞图书馆的初衷 是为了推动海口工艺阅读 那除了游客朋友们打卡拍照之外 他和海口玩片区的 其他配套设施的文化功能 也正在不断凸显 那像是前不久 还能到春季国际艺术展 李建海口音乐会 不光歌好听 还能听到李建亲口 夸下海口 印象中应该是 这应该是第三次来到了海口 我刚当歌手的时候 来到第一个城市 就海口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大海 当时就夸下了海口 我觉得变化很大 春节期间 在我们海口湾片区 还会举办像儿童剧毛毛镇 还有民族交响师 南海富等等 新年一系列文艺产品 通过文化带动 整个海口湾的发展 那海口湾也就逐渐成为了 我们海口自己的一张名片 游客越来越多 这沿岸配套设施 也得到了完善 咱们沿着滨海步道一路走来 身边的美景不断变换 我们的打卡点也就跟着来了 就在外滩 曾经的这里 未经开发渔船聚集 虽然在一经程度上 是方便了渔民的停靠和补给 但是原本可以开发 利用的宝藏景观 也始终未能展现 而到了现在 滨海步道从外滩延伸而过 附近已经陆续建起了 六七家餐厅 咖啡厅还有酒店 俨然成为了海口的一处 新的宝藏打卡点 这原来都是土地 没有走不了 以前真的 改造完了 但是又漂亮 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首先这三条路 建了这么多餐饮 这里散步肯定好 这里是打卡点 好多喜欢年轻小孩 都在这里照相网上 照相唱歌跳舞 都在这里挺热闹的 海口的一景 也算是海口的一场名 外滩周边的餐厅 也各自充满着特色 传递着独特的饮食文化 经济乃至于创意 那咱们说海口本地人 逢年过节吃什么 吃海鲜 外地游客来海口看什么 看地标 外滩这个地方 是可以同时满足这两样的 比方说现在小贾所在的 外滩 绅士音乐餐八 在小贾坐的这个地方 转头向外一看 就能够看到海口 地标性建筑物 世纪大桥 就这么触手可及的 横跟在海淀河上 对吧 看着世纪大桥 还吃着海鲜 不光是 看世纪大桥拍张照 这么简单 他既然叫音乐餐八 那肯定是在音乐上面 是下足了功夫的 而且也具备一定的 咱们所谓的打卡的属性 这样刚才也注意到 在这边还会有一些 比方说邀请来的一些 小提琴手等等 这些音乐人到现场演奏 不光是听力上的一种享受 同时拍照片打卡 发朋友圈 也是与众不同的 打卡属性 还包括他的现场的一些食物 举个例子像这里 你看 这个菜样呢 挑这个干冰出来的时候 画面是非常好看的 而且呢 看着像个鹰桃似的 它这个是鹅干 看这杯这个饮料 它的卖像 包括整个一个品样 这个小姑娘们看了之后 就会纷纷套出手机 就跟着 你拍照打卡 在餐厅里面 制作这个产品的过程当中 也是具备着一些打卡的特色的 好多朋友都是来这边吃饭拍照 下午那会就有西洋 特别好看 西大桥 拍照就特别容易成天 自己一个人我还没有拍 毕竟男生很可能 总是这么自拍 一般男的都是帮女孩子拍 就撤了 今天应该都带一个 对不对 像之前酒吧 去的比较多 就比较吵 不太好聊天 这里就比较轻松一些 其实像这杯饮品 女孩子就特别喜欢喝 她特别容易拍成片 怎么拍的好看 老家城脉 在海口工作的王耀峰 自称是在镜头里认识的外滩 每每和朋友来这里打卡拍照 自己总是负责照相的那个人 外滩的变化也因此尽收眼底 整排餐厅各具特色 一站式休闲方式 也让王耀峰 每当向外地朋友提起外滩 多了一份荣耀感 自从就做了这条布林街之后 对我们这一排 特别是对我们这几家店 带来挺大的提升的 一些网络红人 然后他们竟然过来拍视频 然后发到那个抖音 微博还有小红书 18年来了22万人 然后19年来了32万人 而且也吸引了很多音乐的爱护者 主动自己过来 也有邀请的一些都有 海口湾这一片都是慢慢 就变成一些优质的音乐的 集散电影 然后反向输出 把他们朋友圈 同类的人都带来这边过来 慢慢又寻找 海口湾这边自己的音乐文化 那不仅是刚才小假打卡的 这家外滩深深音乐餐吧 那包括外滩上比方说 像蓝亭酒厂 TKLive 金江啤酒等等 这些餐厅酒吧一类 其实都可以作为 不光是世纪大桥 包括咱们朋友聚会之间的 一个打卡点 拍出无与伦比的 绝美照片的同时 外地游客朋友们 也牢牢记住了 海口的味道和美景 那沿着面前的咱们海淀河 一路向上 小假的打卡的一天 又来到了傍晚接近晚上了 如果说外滩的餐厅 展现的是餐饮文化 和打卡的融合 那么小假来的下一个打卡点 则是美的享受 这里说的不光是美景 而且还有美食 其实一说起打卡 可能很多年轻的小伙伴们 脑海中都会浮现出很多 网络上比较红的一些酒吧 餐厅 不过现在小假来到的这个地方 是位于美兰西西里的 范特斯花园餐厅 首先咱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第一眼能够看到的 就是这些树上面悬挂的 对吧 这些星星状的灯饰 以及在这个树丛当中 若隐若现的这些透明的 半球的区域 这个地方是这家餐厅里边的 七大区域 其中一个叫做萤火之森 为什么起这样一个名字 其实咱们的镜头 如果再往后退一退 我们往树上面看去 就能够发现 这个树干和树枝上面 都由灯光映照出了一些 星星点点的 看上去就像是一整片 弥漫着萤火虫的森林 转家花园餐厅里边 除了咱们刚才看到的 萤火之森之外 一共还有六个区域 这个名字叫做 清风区 花枝谷 还有球比特天台 天空之城 以及微醺工厂和混音 俱乐部 那么小小为什么给大家 推荐这样的一个餐厅呢 是因为它和其他的 比方说咱们以前见到过的 一些打卡点有所不同 这家餐厅里边 是将一些设计还有建筑 是和自然之美融合在了一起 就比方说现在小小在的 这个地方 这个听风区 咱们抬头就能够看到 在这里边设计了很多 像这种沙漫一样的 这样的一些布置 那么像是类似于一种 波浪形状的这种的 曲线的美 然后同时被风吹起来的时候 在灯光的照耀下 显示一种别样的美感 在露台已经有成功的 一个艾力求婚成功 我们这里是直将做 一个地标性的一个打卡 年轻人喜欢到我们这里 求婚第一点 可能也就因为我们的环境 非常是浪漫 有一些融合菜 创意菜 网红菜 像春节过年的时候 很多外地客人都习惯来 我们家订年夜饭 提前好几天订满了 不光提供一站式的一个服务 展示了海口美食美景的文化 我们希望给一部分的人生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时刻 提供最难忘的打卡回忆 果然又到了小贾 最喜欢的环节了 除了咱们刚才看到的 这个无处不在的美景之外 必然还有美食 对吧 那么在范特斯花园园餐厅里边 咱们现在能看到小贾面前 已经摆放了整整一桌子 这看上去就美感十足的美食了 这个用咱们口语的话来说 那就是脉象十足 而且能够看得出来 这些菜样的设计上面 其实都花了很多的心思的 不仅有像这样 你看这个龙虾等等 咱们海口 得天独厚优势的 这样的一些海鲜的特色 而且还能看到 像这样的一个设置 这可以说是强强联合了 对吧 用咱们海口的热带水果 还有咱们海口的一些海鲜 一起烹饪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食物 不光是在这儿能够体会到 幸福满满的一个 打卡过年的新方式 同时也是咱们海口 美食文化向外 集中展示的一个 绝佳的体验和机会 小贾这打卡年的一天 到这儿就算过完了 打过年的 就算是过好了 那小贾给大家展示的 这个一日打卡路线里面 所有设计到的地方 其实都是 这个小贾精挑细选的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 肯定还有很多 更适合大家的地方 比方说 这个北母堆 荒野露营 看日出等等等等 还有各种各样的地点 这俩在后面呢 以后帮大家列举出来一些 想要过好一个打卡的年 怎么办 那就是来海口 对吧 欢游海口过大年 来海口过年 小贾第一天 也能成为你们的一天 以上就是由直白的地下 小贾王浩 为您发回过 小贾王浩 小贾王浩 小贾王浩